好 在這延長修正或是西坡阻跌段開始的時候 它兩個符號 到了這尾巴的時候 它一定是先上後下 一個是直接下 就只有這兩個結論 因此我那時候跟大家講說 在這整理的高漲壓力 你要盡量讓現金水位提升 你要面對將來下來的修正 好 那這張圖卡告訴你 我就短期時間來告訴各位 因為這地方是不是出現一個巨量長黑K 昨天 外資賣了前衣 如果我們今天這根巨量長黑K 它是在破新低的 假設它在破新低的時候發生 那就足底了 OK 那個就叫足底了 但如果它不是發生在破新低 這個巨量長黑K 它會帶動一件事情發生 就是會強彈 還是會出現強彈 那比如說昨天跌了1000點 今天可能會彈到500點400點 會出現著彈 可是彈上去沒有什麼太大力量 它又會進入橫盤階段修正 這個還蠻階段修正 就是我現在畫的這個格子 將來就會在這格子裡面 做延長的修正